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灾难无情 人间最美是温情 土城镇灾区亲爱一家社区的住户们 度过第十天 失去家的日子 借住在爸妈那个一个顶楼 我跟我太太两个顶楼 跟一只狗 应该算五个 那就一起睡在一起 就睡在那个 对 睡在地上 就买个四张草席就睡下来这样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苏荣旭退休数学老师 温馨的家成了围楼 要补墙或是要改建 一家人还得继续生活 说不尽地彷徨 另一位张小姐一提起他和先生 十年前打拼买下七百多万元的房子 泪水忍不住 就是省资检用的 我们也是靠打工赚的钱 那现在房子这个样子了 住又不能住 也有住户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一家三口分住三个地方 举办这样的一个祈福祝福礼 也是祝福他们 发放一个应急金 无常深刻更懂珍惜当下 150位慈祭之工挺身而出 这已经是大地震后 土城地区第五场的发放行动 未来路是很长 我们要为长久而在打算 给这个我们的受灾妇 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安住他的心 那虽然碰到这些无常 但是他未来他还是有希望的 要珍惜现在 然后珍惜身边的人这样 然后把握当下 就是有机会的话 有能力的话 就是趁现在赶快多帮忙一些人 45住户领取应急金 还有祝福包 里头满满的物资 祝福言语 让民众身心在动荡之间 获得歇息 就觉得说 原来有人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 让我们觉得很温暖 谢谢他们能够这样子帮我们 我们很感谢他们 都心里面暖暖的 很温暖 重建之路虽漫长 有爱相伴 不孤单 大海新闻 陈鸿莉李俊威台北报道 下集订阅 下集订阅 下集订阅